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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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王队打疯了 中国小伙转身踢腿 一招致敌 将日本武士打到心血横流 最终只能被迫投降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场的这个小日本子 他真的很日本人 贼美书演猥琐至极 他就是中村归佑 而且出场音乐也和丧葬曲一模一样 那另一边的就是中国小伙王志伟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称他为抗日骑侠 因为他打起日本人来 丝毫不会留守 那好的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红方选手红色短裤的 就是中国抗日小将王志伟 另一边蓝方选手这个小日本子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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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现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了 第一回合王志伟打得很漂亮啊 这个小日本子头型也被打乱了 看起来有点被打懵了的样子 那现在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回合王志伟的精彩表现 好的现在第二回合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那相信这场比赛啊 每一位中国人看起来都会是非常的过瘾 非常的解气 那光是看这个小日本子 现在的动作已经有些害怕了 缩在墙角瑟瑟发抖 王志伟连续的进攻 今天王志伟 这种状态打得就很好了 现在看啊 中窗哥又 这个气势也给 给他说 盖下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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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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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对方 这也是 哎呀 漂亮 距离不够 距离拉开 但是思路是对的 那我们赛前也是说过这个中村归又很猥琐 那现在看来不仅仅是长得猥琐 打法也很猥琐 明知道自己打不过王志伟就开始疯狂的拖延时间 那这场比赛是有一个大的比分 大比分是咱们中国选手1比2暂时落后 所以说现在中村归又是一点不着急 就是想去拖延时间 现在看到王志伟的进攻很猛 转身白腿 那现在裁判是暂停了比赛 应该是小日本子有所受伤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受伤情况啊 现在是眼眶被打出血了 而且顺着这个脸一直往下躺 受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隔着一个很厚的悬套 王志伟都能把中村归又打成这样 确实是干出王志伟够猛了 那现在比赛继续 看一下王志伟这回合能否成胜追击解决小日本子 看这日本选手继续带伤上来了 这王志伟就冲了对 赵子在打 就赵子在上后就打了 但日本选手的中村归又也特别坚强啊 日本的英勇员 这是一个直决拳手的速度 这由中村归又被激怒了 再来 好 松松归又 我们说 这就是人给出流血之后打脑了 把你内在的潜能激发出来 这时候王志伟叫稳一下稳一下稳一下 用腿法腹部要再稳一点 再加息一会 这种情况之下日本选手继续选择 在场上战斗 这也是一个直决拳者的一个素材 我们应该向他们表达敬意啊 好的现在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了 我们看这个小日本子受伤啊 已经是太严重了 已经有些不行了 哪怕是刚刚处理过了 伤口依旧是很难止血 那现在我们就来期待一下第三回合 王志伟的精彩表现 再拿下来 终于双方二比二 打成二比二就好看了 更加好看 王志伟加油 但是王志伟也不要仗里欣欣 肯定中山龟佑第三回要往跟着打 哎呦真的还不错哦 再来 再来 对 我走 游走着哪 害怕了吧 这就有冷拳 两极冷拳 中山龟佑害怕了 再来 第三 哎他好像也持续了这个 还看这里全部是最难防的 我想通过今天这场比赛 观众朋友认识了王志伟的转身的变强动作 漂亮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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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现在王志伟打疯了 游人有余的打日 那这个时候明显看到中山龟佑已经不行了 哎呦我们看到 日本的教练是扔出了白毛巾投降 不打了 打不了了 还是要保住他的小命 那这一场比赛王志伟是连续的压制 打到最后小日本子不得不投降 真的是非常精彩非常解气 那最后让我们恭喜王志伟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观众朋友们觉得王志伟打的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 那好的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一期再见